选择底板在裡面就這樣做 問答題跟按理分析 假如說問答題的話 我以前發現你們考卷上 就是空白在那裡 那是絕對不好 首先要看清楚這個題目的意思 然後是 它是哪個章節裡面 首先我們第一反應 這個考卷是哪個章節裡的 然後 把我們所知道的 這個章節的一些內容 你當然記得住 把它全部寫下來 記不住的話 你把自己的這個章節的理解 寫一個上去 1 2 3 寫個3點 我已經發現你們空白在那裡 不知道就一個字都不行 那是不好的 你假如說明天考一個 假如說確確性評選 什麼臨床表現 什麼學相的特點 你寫一點上去 寫個1 2 3 4 5 不管寫的對不對 你寫一點上去 然後按例分析的話 按例分析的話 那你要看清提議 假如說你判斷是哪一個評選 按照它一步一步來 它第一個問答是什麼 第二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一步錯了 你後面也錯了 所以做按例分析的時候 要慎重一點 首先要判斷準確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評選 我們要做一點什麼樣的 輔助的檢查 所以 問答一次 我要求同學們多寫一點 你千萬不能空白 你寫錯了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空白在那裡 你寫得多一點 你總會能答對一點 你那個章節裡面 寫一列上去 根據你學到的知識 寫一列上去 好 那就這樣 祝你們好運 明天 明天我四點鐘正好就進PCR 不然的話我 我爭取啊 我跟持育換一下班 我也來健康 我也來健康 所以呢 假如說 我明天 假如說我能來的話 是肯定最好 你假如說 按你分析的話 我就指一下 你應該明白 哈哈 不要笑死這麼大 按你分析 我只要 點到哪一個 你肯定是 啊 關鍵 我明天正起 正起 對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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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